在巴黎奥运的焦点我们来看到网球男单项目在29号是在法网中央球场上演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对决 塞尔维亚的头号种子乔科维奇以6比1 6比4直落2击败了红土之王纳达尔 成功闯入了男单16强 好那中国队桌球选手樊振东29号首秀男子单打64强 对上的是乌克兰的选手 最后是以4比0横扫对手取得本届奥运开门红 那樊振东他面对乌克兰的选手分别是以11比6 11比4 11比7 11比2 直落4局以4比0轻取了乌克兰的选手 也轻松晋级男单32强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樊振东的首秀以25分钟的神速就完胜对手快速的下班 让中国的网友直呼还没来得及看怎么比赛已经结束了呢 好那中华队本届巴黎奥运的奖牌还没有开张 那么被寄予厚望的射箭男团29号晚上8强赛是大战中国队 那中华队以总分1比5败阵最终是止步8强 中华男团以汤志军打头阵首局两支10分剑状态非常的火烫 但是中国队第2趟呢3人都是射出了10分 两队首局打成了56平各拿1分基点 第二局中华队以1分之差败阵 那最后在关键的第三局以54分作收 不敌中国队的56分宣告落败止步8强 好举中女神郭信纯巴黎奥运将挑战的是举重59公斤及卫冕 面对中国选手罗诗芳来势凶凶 教练林静人就说了比赛时各国的教练都是在后场斗志 期盼除了他以外能够让另一名教练洪万婷也可以进到后场协助 好那奥运会自从引入了双人跳水项目开始 中国队就一直追求单届可以包揽全部八面金牌的壮举 可惜努力了六届还没有成功 那三年前的东京奥运双人呢10米台的金牌 还是被英国名将戴笠的组合给摔棚走了 不过这次巴黎奥运中国队呢 杨昊还有炼俊杰终于是成功夺回了金牌的宝座 中国队是以总分490.35的成绩获得了金牌 为中国队拿下巴黎奥运的第四金 跳水队的第二金 而这一届英国队的戴笠改和24岁的威廉斯合作 第五度参加奥运 但是最终是被中国队阻止未免金牌 那么杨昊和炼俊杰以前是没有参加过 奥运的但是两个人的成绩都十分的理想 在杜哈世锦赛夺军杭州亚运也夺下了金牌 今年4月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 同样是金牌入带稳定性惊人 我们持续来关注巴黎奥运的焦点 以色列代表团在巴黎奥运开幕前就接到了死亡威胁 警告他们是不得去参加奥运会 否则将会发生另一个慕尼黑惨案 那么法国紧急调派的精锐部队 24小时保护以国的选手 以国的军方以及国安单位也加入维安的行列 那法国巴黎检察官已经展开调查 在本届奥运出量项就力退魏绵军的北韩 捉求混双组合李正席还有金勤英 在准决赛当中历尽了七局大战 击败了来自香港的组合黄振廷以及杜凯勤 将在金牌战中要对决的是大陆的王楚清还有孙颖莎 另外大陆女子蝶勇顶尖选手张雨飞 她在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蝶勇决赛 56秒21的成绩获得了铜牌 那颁奖之后呢 她是暗地里的泪水夺框而出 张雨飞坦言说压力真的太大了 加上对场馆的温度不适应 影响到了她的表现 虽然痛失金牌觉得很遗憾 不过粉丝们仍然是给予热情的鼓励 与飞别哭的词条 随即也冲上了热搜第一 那巴黎奥运呢 开幕之后 各项赛事就如火如荼的进行 但是最近却接连传出了 中华民国国旗在比赛会场 遭工作人员要求要移除 或者是收入包包的状况 让现场的志工与国外的民众 都一头雾水 原来工作人员 他们是依据奥运门票的贩售规定 只准许开放参赛国 他们代表的旗帜进场 而我国在奥会的模式之下 我们的代表旗帜是中华奥会的会旗 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旗 那么如果一般民众想要进场支持 中华队的选手 是只能够带着会旗 否则都有可能会遭没收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